抄家是中国历史上对贪官或者犯罪之人的惩处 抄家常常被理解为没收家里的财产 就是把有钱人变成了穷人 同时做官的会丢掉官职 有人说抄家只是古代一种较轻的刑罚 事实上朝廷对抄家的这户人首先是没收财产 其次是对家里的所有人进行了残酷而且变态的惩罚 主要犯罪的人通常被判斩刑或流放凝固塔 其他府中护卫和普通杂役一般没事 最苦的就是府上的丫鬟和妻妾女儿 抄家时先被关押到监狱 防止做出过激的事情影响抄家的进度 而在监狱就要先承受各种残酷的刑罚 只要监狱里的狱卒不高兴 就会把所有残酷的刑罚全都用一遍 接着就是等待上级的处理决定 一些毫无家庭背景又没有姿色的女眷 就赐给边境少数民族为奴隶 而且是终身为奴隶 也可能被送给军队的士兵做老婆 这些女眷很感谢自己 长得丑所以换来的惩罚更幸运一些 而长得好看的女眷 要么被官兵手里侮辱 或者带回家里长期玩乐 要么就是被卖到青楼 或者直接送到军营做官计 一旦沦为官计就等于终身为昌 一世不许赎身 当然被流放的人也等于生不如死 但凡被抄家的罪犯 大多是流放宁固塔 由于宁固塔气候恶劣路途遥远 很多人还没有到宁固塔 就已经死在路上 就算到了宁固塔 等待犯人的仍然是各种酷刑 能不能熬过去就听天由命了 一旦流放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